立法院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今天排定要到外交部的国际事务学院 这边来做考察 但是国民党立委徐晓鑫 最后却没有现身 算一算卷入大姑诈骗风波的徐晓鑫 已经消失在众人面前整整三天 或许是想避避风头 但日前基金党告发涉犯诈欺及图利罪 北检已经收案 今日将分案将他正式列为他自然被告 现在就连网路评论也没停过 徐晓鑫为了自清没帮乔利席 先前晒出婆婆跟富邦专员的对话截图 结果对话被说像是套招 遭质疑是自导自演 而名嘴温朗东还晒出帅哥大赛的对话记录 截图嘲讽 温朗东问对方 你是国际帅哥选拔大赛负责人吗 对方回事 温朗东在问 我是不是一个人去参加帅哥大赛获得亚军 对方又说对 他又以电话或本人施压贵赛颁奖给我吗 完全没有 对话让网友笑翻 直说这酸度破表 而被众人围剿 徐晓鑫称自己没有错 还放话每笔账他都会记得 今天所有的种种我都有记下来 嚣张没有落魄酒 每一笔账我都会记起来 我从来就没有在假装 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都没有 晓鑫真的这么会记账的话 为什么一百万都没有记 而且就是那个劳力士也没有记啊 觉得晓鑫是不是真的好像有点心虚了 在回避问题 因为以往的他都是说有问必答 然后不服就干 结果这两天遇到自己争议 真的大家问到核心了 他就不敢出来回答 徐晓鑫大炮性格日前曾公开批评作家黄月衰 是又老又丑的老太婆 黄月衰则在脸书回敬 大人不记小人过 不记谦虚自省投机徐晓号狡辩 终将走上嚣张没有落魄酒的命运 而温朗东也预告 因为徐晓鑫在媒体上泄露他个人的病情隐私 23号将前往北检提告 新战场即将开打 明时新闻林静鸾炳咒 林东明台北报道